支持者热情告白和侯友宜握手 大年初四一早 新北市长侯友宜到淡水天原宫 欣赏新北市特有的三色樱花 虽然寒流来袭 但市民们热情不减 现场人潮满满满 侯友宜暖心发福袋 在春节期间给市民们满满祝福 队伍大排长龙 一旁还有支持者不断高喊 总统好 总统好 新的一年到来 侯友宜进军2024 促勇声浪不断 而这也让他成为对手攻击目标 绿营测意 脸书粉砖 PO文痛批 侯友宜年夜饭 吃来自中国北方的水饺 是要向黄复兴党部表中 争取深蓝支持 水饺大概就是我平常的一个主持人 也不是一定是在春节期间 吃水饺 其实吃什么 不是那么样的重要 重要是在过年过节 家人能够在一起 侯友宜巧妙回避对手攻击 不过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节目上向侯友宜喊话 新北市长当了超过12年 可以选总统了 难道是为2024蓝白壳提早铺路 台湾在我心目中永远没有分你我 更不分族群反派 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地方成长 合作可以考量 至于说融合 融合有困难 合并更不可能 结构就不一样 至于说怎么合作 这个就是要随着时间的进行再去思考 柯文哲直接表明有考量合作 但没办法融合 春节假期还没结束 蓝白恐怕已经悄悄开始 布局2024 欢迎新闻 吴怀瀚王一德 新北采访报道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